hello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来我们看看 过了这一个周末 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什么言 其实蛮多的 但是我们就是从里面挑了三个吧 来跟大家一起真相 第一个这个朋友 这朋友这个名字叫狗公妖 嗯 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公狗妖 I don't know 狗的公妖 好 那个然后这个朋友呢 他是非常非常不喜欢我们的节目 那之前也留言留过几次 他就说 还会删别人的留言呢 真不知羞 自己最g话 还管到圣诞老公公 真是本教之坏榜样 我不知道这个朋友 你是不是基督徒 如果你要是基督徒的话 留出这样的言 我还觉得蛮可惜的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 欢迎你来认识主耶稣基督 那这个朋友呢 他说会删别人的留言 其实这个我们要在这边解释一下 我们从来不删任何人的留言 如果你发现你的留言 留完了之后没有在上面啊 大概基本上来讲是有两个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你留了非常脏的脏话 就是比如说三字经那种呢 对 大概然后会被block掉 这是一个第二种就是 去问YouTube吧 对 不是我们做的 对基本上 大部分有留言没办法上去 基本上都是YouTube去弄的 我自己留都上不去欸 对 我留很多 然后都上不去 对 不知道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用账号回 然后不管是用AI news的账号 还是用我们自己个人的账号 回留言 有一些都上不去 我个人的账号的话是大部分 是吼 很奇怪 就是我留完了之后 只有我自己的账号能看到 然后我再切别的账号去看 就是没有 然后我再上AI news账号也是没有 所以不知道为什么 对 然后自己最gay 还管到圣诞老公公 其实他应该就是在讲我吧 肯定是你啊 我看起来又不像同性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必须说啦 就是同性恋通常不长我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朋友你绝对搞错了 他不是同性恋 他是变性人 对对对对对 别人是觉得我像比较像变性人 我短头发的时候 别人说我像女的T 然后就女同性恋 对 然后长头发的时候 别人说我像女的 哦OK 对对所以说呃这这个蛮没有争议的 对 哈哈哈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看一个人的外表 或者怎么样吗 他做的事情其实都还满满的 很多那个整一堆枪啊 整一堆什么东西 那真的是男生会喜欢的东西啊 我现在在推广就是我觉得女生也需要有枪 然后女生也需要防弹衣 女生其实是最需要保护的这个东西 你说男人跟女人如果说要平等的话 最好的方法就是女人有枪 就是如果哪一天你想要打我的话 我就是拿一把枪对着你 然后这样你就会害怕 对根据警察说 说的就是要同等型的指令 武器才可以 好 所以其实这个朋友的留言呢 我们是没有什么必要回复的哈 但我觉得他这里面说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删留言的问题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再说一次 如果你要是没有留特别特别脏的脏话的话 是不会被block掉 还有一个如果留完了没有上去 那就是要去问YouTube 因为YouTube一直都不太喜欢说 我们留言会特别多 对啊 他们会删我们的留言 然后删我们赞的数字 甚至会把降低我们的点阅率 对啊 或者是你已经subscribe我们频道 但是我们的节目不会跳出来 或者怎么怎么样等等等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所以如果说大家不是发现说 哎怎么好像最近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点到我们的频道里面去看 看你错过了有多少节目 然后可以一做一个补回来哈 对然后或者是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的chat room 我们每一起都会po在上面 我们telegram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报群哈 有群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下面有链接 你可以点进去在新西兰里面 或者是我们在结尾的时候有那个QR控 拿手机一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 我们每天更新的视频都会发在里面 让大家看到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上面也全部都有我们的东西 然后还有我们的新闻里面的组织稿也在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们的网站 现在还在慢慢一点一点这个渐程当中 不过越来越好啊 好 第二个 好长啊 这个字你来念 你来念吧 你来念就念念吧 好我来念啊 来第二个留言 这个朋友叫潘登峰 哇这名很棒耶 好他留言他说什么呢 说所谓圣诞节其实就是骗父母的钱 骗小朋友的心 大人小孩一起骗 耶稣是12月25号出生的吗 圣经新旧约绝对查不到 12月25号是希腊罗马所拜的太阳神的日子 何时成为了主耶稣的出生日期 其实当时的罗马皇帝配合教皇的欺骗 当时教徒是受逼迫 一夜之间成为罗马国教 以现代人的观点就是诈骗团队 十字军东征好几次就是罗马籍教皇的杰作 后来皇帝把权力完全交给教皇成为政教合一 教皇也掌控整个欧洲皇帝的同意权 教皇掌控了当时的欧洲几达 1260年圣诞节就延续到现在 圣诞节圣诞老人万圣节 其实是撒旦的手段迷惑众人 认真思考圣诞节 多少人假辱之名吃喝玩乐 败坏世界还不自知 连一些不敬钱的基督徒亦是随波逐流 其实圣诞节他这个12月25日 他的这个人叫做 就是敬拜的这个人叫做Tammuz 敬拜的这个人? 对就是他说的这个 太阳神吗? 对这个太阳神叫做Tammuz 然后呢是跟宁禄有关系的 Nimrod 然后还有跟Samiramis 沙米拉姆这个东西是带来的 他就是一个谎言之母吧 巴比伦那个时候 所以说这个人说的 的确是没有错 其实基督徒不太应该 庆祝这个圣诞节这个东西 但是 各位可以想一下 就是美国人应该庆祝圣诞节吗? 美国人应该庆祝啊 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 就是 不是不应该是现在意义的圣诞节 因为现在大家圣诞节说 哦打折啊 然后去玩啊 怎么样 其实完全没有在意 说是耶稣出生 然后又纪念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圣诞节这个东西 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文化 大家团圆啊 然后儿女从工作的地方飞回来见父母 然后大家一起去过这个节日 然后菜礼物各方面的 我觉得各方面是一个 算是一个好的一个节日吧 那很多基督徒会很极端说 我们家里不能有圣诞树啊 然后不能怎样怎样怎样 像我家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因为我懒得去收圣诞树 不是因为说 但是我觉得说你去过那个节日 然后你去挂一些灯在那个地方 我觉得算是一个美国的传统吧 对因为你看大家好像都打扮得蛮起劲的耶 如果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是晚上开车出去的话 你就会看到好多人把房子弄得好漂亮啊 对 我都不知道他们挂那么多灯 几个人 然后几个人踩梯子 要大家多久可以把这个东西挂上去 这很花时间耶 大家都把院子都弄得很漂亮 所以说我觉得过不过圣诞节是你的自由 然后你想过圣诞节就过圣诞节 然后不想过圣诞节就不要过圣诞节 基督徒应不应该过圣诞节 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要庆祝耶稣还活着的这个事实 耶稣永远活着耶稣还活着 对 反正就是我们的确是要应该要感谢神 让耶稣可以来拯救我们的生命 然后 但是你特别是不是要去过圣诞节 真的是一个个人的自由 你不用去特别指责基督徒 某个基督徒说 你家还过圣诞节 你知道圣诞树是什么意思吗 你知道上面挂着那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吗 其实那个就是一个男性的生殖器 然后上面挂着就是犯人的什么testicle 这些东西 耶 反正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 所以之后圣诞节的时候来做特别节目 对 那很感谢这个人指出来说 圣诞节 12月25号的确不是耶稣的生日 对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大家都比较知道一个常识 就是12月25号其实并不是耶稣的生日 但是耶稣出生的这件事情 当然是基督徒很有必要去纪念的 就像我们每次领饼杯的时候 这都是一个提醒 就是知道耶稣为我们献上了什么 然后我们有更多感恩的心 好 来下一个 好 接下来是Liam Ding 左胶最喜欢就是扭曲爱这个字的意义 爱本跟性无关 所以我们复活升天就和天使一样不嫁不娶了 因为最初的爱本来就不需要性 而性是为了家庭而存在的 这也是三维物质世界的特色 也是上帝特意准备的礼物 不关家庭的性那当然是罪了 而且也和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总觉得LGBTQ背后的灵就是撒旦 没跑了 因为他本来是天使 天使没有性别 所以嘛 哈哈哈哈 对我觉得LGBTQ背后灵一定是撒旦的 这没有什么别的东西 他专门打乱神赐的这样 两性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这样的性别 他告诉你还有更多 然后你可以变成别的 他告诉你可以变来变去 但是神创造的事实就是事实 你要怎么去改变事实 你哪怕自己否认 你也没有办法改变事实嘛 对吧 那你说好像我变性 我把胸部给切掉 切掉了之后呢 然后我如果某一天 因为什么原因进了医院 那人家处理我的方式 肯定还是按照女性的处理啊 他不管我脑子里想什么 我说我是男的 你说你是男的处理 你还是按照女性的方式去医疗嘛 对吧 去治疗 那我觉得他这边讲到就是 性原本跟爱没有关系 那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像圣经里面耶稣叫我们爱所有的人 不是叫说我们去把每一个人都扒光 然后跟他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那爱不等于性这个概念 其实是要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性是要留在家庭的 这个东西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 读得非常非常的正确 那最后讲到这个LGBT这个东西啊 LGBT要做的事情 还有就是左派一系列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性加到你生活的所有的这个 环节当中 对 你不管怎么样你都是为了性 然后这是Floid Floid 对 不是那个被压死 我知道你说的是那个心理学家 对 对 对 他主张的东西就是任何东西都是关于性 就是性是驱使这个世界的最主要这个根源 动力 动力 那那么神学家一直在反对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只是这个东西没有在被研究 然后反而关于性的这个东西 因为听起来好玩 然后讲起来很刺激 所以说就一直被拿起来操作 然后导致现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社会 我们整个地球变成这个样子 就是一切东西就变得完全没有意义 然后一切是以性 还有物质的这个欲望来去达到 所以说我们做这个频道最主要原因就是 希望说各位可以了解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那些什么阴谋论 然后不是只有那些什么性 然后还有物质上面的欲望各方面的 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人生是有一个目的的 然后我们是有一个造物 我们被造出来是有一个目的性存在的 那这是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 嗯好啊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呢还是依旧是神奇传播 我们大家提供的非常非常的好看的 穿福音的动画片 那这一个系列呢叫做 西洋豪杰爱神舟 我们就来看看当年这些外国的传教士来到了中国 他们都为中国人民付出了什么 他们怎么把福音带到中国 这个是我们现在非常必要要学习的功课 或许未来某一天我们也都要去中国传教哦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好看的动画片吧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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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بع什么呢 难道您闻到什么妖气了吗 不不不 李牧师来了 式卫正人君子啊 啊 实卫正人君子啊 先看看好的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嗯道就是神 嗯我追求道多年却不知什么是道 生命在他里头 嗯所以他是生命的源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啊我终于明白了 多年来我活着这么痛苦 原来我一直活在黑暗里 李牧师嗯我已经决定 接受主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了 哦太好了 我要戒烟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配点药给你吃吧 西先生吃点东西吧 啊浑身酸痛啊 头晕目眩不能吃啊 他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怎么办呢 哎他中毒太深药物没效 只能求上帝救他 啊 太痛苦了 我只要吸口大烟 所有痛苦就会消失了 不不 魔鬼 我宁愿死也不再吸大烟 啊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得胜了 得胜了 主耶稣使我得胜了 从今以后我要改名为 席 圣 摩 席圣摩 原名席子直 1835年 出生于山西省平阳府 林坟县的一个书香世家 他从小天资优异 勤奋用功 16岁就中了秀才 可谓少年得志 但后来父母离世 妻子早逝 他感到心灵空虚 开始寻求人生真谛 作为一个儒家学者 他深知孔子 孟子 只是教导人如何处事为人 对死后的事 却一无所知 于是就转而钻研 佛道两教 结果人是徒劳无功 为了学佛 他心力交瘁 最后得了一场大病 长久服药 也不能痊愈 在朋友的建议之下 开始吸食鸦片 结果染上烟瘾 沦为烟鬼 就在此时 华北五省发生大旱灾 英国的传教士 李修善和德志安 前往灾情严重的山西震灾 他们一面发放粮食 一面传福音 为了传福音给有事之事 李修善拿出丰富的奖金 举办有奖真文 结果前三名都出自习子职的手笔 由于获奖人必须亲自领奖 一向仇视外国人的习子职 只好前往李修善的住所领奖 之后习子职受了李修善的影响 开始学习圣经 领悟真理 不久他受洗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习子职归信耶稣基督后 改名叫习圣魔 意思也就是圣过魔鬼 他戒烟后四处传扬福音 并且创立了戒烟馆 名叫天昭局 后来天昭局扩展至山西、陕西、河南和直立四省 共有四十五所之多 拯救了无数人的身体和灵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